原集国手黄晓雯在今天荣耀返台 两个人刚好是在父亲节这一天回台 他们都说想将奖牌送给爸爸当礼物 黄晓雯更是感性地提到 教练就像是他第二个爸爸 从小教导自己成长 希望也把夺牌的荣耀献给教练 我爱你们 甜兽的家人喊出我爱你 空手道小清新文姿云 绑着俏丽高马尾荣耀返台 遇上父亲节 他也在现场跟爸爸撒娇感谢 脖子上挂着铜牌 虽然不是文姿云想要的颜色 但是经过沉淀看来心情恢复不错 他的多排纪录上曾拿下两届 衙运金牌市井赛铜牌 2017年存获世界排名第一 现在收下奥运铜牌 可以说是完成了生涯奖牌拼图 而他也透露赛后还要慢慢思索下一步 他其实是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部分了 未来是充满了期待的 那我会跟家人讨论之后 然后再做安排 另外为台湾夺得拳击铜牌的黄小文 先前被翻出家庭的心酸过往 但他因为拳击改写人生 曾在亚运拿下我国睽違48年的奖牌 获得世界排名第三 现在奥运夺得铜牌荣耀归国 他更感性说这面奖牌要献给 陪伴的身边的爸爸和教练 得到这面奖牌 除了想送给我的爸爸 也想献给我的教练 他也是我第二个父亲 而同志台湾本次奥运总共夺下两金四银六通 堪称有史以来收获最风 也捧红默默耕耘的选手们 前为家又户晓的明星 记者杨氏区苏维萱台北报道